鲍勃布尔斯汀 他也是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通信和外交政策顾问 以及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的发展中国家事务顾问 在美国国内和国际发起的十几个政治运动中都有他的幕后功劳 他曾经向财富500强的CEO们提供顾问业务 美国国内一些重要的倡议组织也得到过他的帮助 在为谷歌效力之前 他为美国的主要智能团之一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一家领先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议组织的创建立下了汉玛功劳 并出任高级副总裁 负责国家安全政策 布尔斯汀早年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 他于1981年从哈佛大学毕业 1983年在建桥大学国王学院获得了国际专业硕士学位 他曾有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童年 在九岁那年随着父亲的突然死亡 幸福也戛然而止 但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原因正如他所说 就像中彩票一样 遇上了好继父 艾伦 帕库拉 一名电影导演 制片人和作家 尽管巴伯在事业上的成就非同小可 但却一直受到双向障碍的困扰 27岁的时候 他就被正式确诊为患有双向障碍 他掌握了很多种如何管理 控制这种疾病的策略 并代表千千万万像他这样 在和疾病 精神疾病的抗争中 顽强生活的人们 呼吁世界对精神疾病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理解 在这个过程中 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 鲍勃 能说说你的童年吗 嗯 我于1959年出生在 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不过是在加州的贝弗利山庄长大的 我猜你一定会说 既然我是在贝弗利山庄那样富有的地方长大 肯定有一个非常正常的童年 我有一个异卵双胞胎弟弟 我比他早45分钟出生 还有一个比我们大两岁的姐姐 多年以后 我弟弟幸运地逃脱了双向障碍的魔掌 而我姐姐却一直忍受着抑郁症的折磨 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的童年幸福吗 毫无疑问 至少我们一时无忧 我认为童年只有两件事情 对我来说算是困扰 其中的一件事 我当时就有一种完美主义的倾向 这经常会给我带来挫败感 小时候我经常哭泣 现在当我回头再看的时候我才明白 那就是对未来即将发生的 不幸的一种警示 后来当我九岁的时候 我父亲促使于心脏病发作 这个不幸很明显地对我的家庭 我的性格和我的心灵 产生了广泛而显著的影响 那这个家庭后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与大部分遭遇类似不幸的家庭不一样的事 我们不用被迫搬家 我们的物质环境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但是作为一个年幼的孩子 我肯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我变得更加抑郁了 这么说吧 在高中毕业典礼上 做毕业自持的演讲者说了这么一句话 生活是不公平的 那时的我对这句话后面的深层含义 已经有了非常透彻的理解 关于我父亲的死亡 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对我后来的生活 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一是在父亲死前 我根本不知道他生了病 几年之后 当母亲告诉我们他的病情时 我非常愤怒 我认为后来我之所以决定 对自己的病情保持公开透明 让孩子们知道我病情的细节 和当年父母的行为有很大关系 父亲的死亡 对我带来的另一个影响 就是让我想在生活中扮演白衣骑士的角色 一个总是在危急关头 从天而降解救于他人于水火的家伙 听起来似乎很可笑 但你不妨想象一下 一个年仅九岁就是睡父亲的孩子 尽管他只比孪生弟弟大45分钟 但他确实会假定自己扮演的是 家庭顶梁柱的男性角色 对一个孩子来说 这个担子有点过于沉重了 这并非有人刻意为之 完全是自找的 我想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是这样的 他们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 然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达到预期 我也是这样 很小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的模式 当时你认为自己是家里的领头羊 那你觉得哪些事情是自己必须做的呢 重中之重就是保护我妈妈 我维护母亲的方式之一 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过典型的青春叛逆期 在每一个年幼时就失去了双亲之一的孩子心理 在某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角落 都会隐秘地认为是自己害死了那位知青 任何一个经历 这种不幸的人 如果他足够诚实 都会告诉你这种感受 父亲的不幸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认为自己应该努力控制和调节 十几岁时的愤怒和反叛 这样我就不会再以某种方式 害死还活着的母亲 与此同时 我又是幸运的 因为母亲在我十三岁时再婚了 她和电影导演及作家 艾伦·帕古拉结婚了 事实证明 她一直是我的好朋友 直到后来 她突然死亡 她的死亡给我带来的哀伤 就如同当年生父去世时一样 但幸运的是 她陪伴我走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 有多少人能拥有两个好父亲 又有多少人连一个好父亲都没有呢 你这幅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她所从事的工作 第一时间就深深地吸引了我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没有多少喜欢做的事情 除了拍电影给我的同班同学看 从八岁到十三岁 我一直乐此不疲 当然 当艾伦加入我们的家庭后 我就停止了这种游戏 她让我惊叹和崇拜的第一件事 这是她所从事的职业 以及她在这一职业上展现的卓越才干 但远比这个更重要的是 她带给我的温暖 理解 还有她身上那种 我穷尽天下言辞 也无法形容的随和 扩大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在康涅狄格州 读预科学校时 由于我的身体不太好 经常遭到别人的攻击 那是一段非常闷闷不乐的时光 有一天 我和父母在电话里交谈了几句 说了说最近的情况 西服很敏锐地 从我的声音里 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 第二天 她就出现在我面前 她飞了大半个美国 赶到我身边 就是为了和我吃一顿晚餐 亲眼看到我 一切安好 你刚才提到在童年时机 时期就有完美主义倾向 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 在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时 除非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 否则我不会感到满意 我确实会因为 没有做好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而通过布置 我总是想 将形式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我认为 这通常是完美主义的标志 你说过 在学校里曾受到欺凌 这给你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吗 让我变得更不遭人待见 根据侵略性 我只能这么说 显然这是一件丢脸的事 关于这个 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 就像我的疾病 给我造成的影响一样 这段经历 让我变得更能理解 他人的错误和脆弱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 轻易对他人做出判断了 你去了哈佛大学学习 准备将来成为一名遗传学者 但是并不喜欢 后来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 中国现代史 这和你们家族中出现的那些作家 你的母亲 以及身为历史学家的伯父 丹尼尔布尔斯汀 有关吗 有一点关系吧 老实说 我父亲比这位伯父小13岁 他们并不亲近 当伯父和伯母结婚时 父亲基本上被家族 剥夺了继承权 在我父亲这边 我是第一个真正和伯父有来往的 还是一名初中生时 我就从华盛顿的一名参议员那里 得到一个实习的聚会 那个时候 伯父正好接管了国会图书馆 所以在华盛顿定居了 于是我在他身边待了一段日子 我很确定伯父有一些属于遭遇症的表现 但是他从来没有治疗过 他会在临晨四点起床 把正式开始白天的工作前 就分笔集书写上四个小时 他写了很多大不头的书 在他的书中 他以非常奇特的方式 把各种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 他在历史中找到了一种模式 采用的方法是很多历史学家想不到的 很多造育症患者都有这种特别的本事 在历史中找到相关的地方并联系起来 你第一次造广发作是什么时候呢 27岁的时候 这和我的发育迟缓有很大关系 17岁上大学的时候 我的身高只有一米五 我习惯于将抑郁症和肇抑郁症的发病期 与人们的青春期和发育期联系起来 我还认为我的发病期之所以那么晚 部分原因就在于 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我都能控制 自己轻度造化的情绪 有哪种模式导致了你第一次发病吗 有的 有一个例子 我记忆犹新 在我为纽约时报工作了大约两年时间后 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 我被派往休斯顿 才写一篇死亡报道 报道对象是一名宇航员 他是航天飞机挑战者号 爆炸事件的遇难者之一 那个时候我已经处于 深度抑郁状态了 有月的冬天 就像死亡一样冰冷 天上下着雪 天空一片灰暗 我觉得自己悲惨到了极点 而且我那时候还是上夜班 当时我并没有被正式诊断为 患有抑郁症 只是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决定派我去写 这篇死亡报道 我去了休斯顿 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 那里的天气至少 比纽约好一点 从宇航员家属那里 我连直言片语都采访不到 倒让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 毕竟这一家人的子女 刚刚失去了父亲 妻子刚刚失去了丈夫 而且他们是日本人 日本人对这种事情 尤其挥莫如深 我没法写我的采访报道 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那儿 咬手指 咬手指 一筹莫展 到最后我终于硬着头皮 交了一篇稿子 回到了纽约 我还记得 那时候非常害怕 踏进编辑部 所以我声称自己病了 请了好几天假 我鼓起勇气去见我的心理医生 我每周四次去他那里接受心理治疗 事实上几乎全是精神分析 我尖叫 哀嚎 痛哭流涕 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 后来 我又找了一个更好的心理医生 当我们谈起这段时光时 他说 写这篇报道 对你来说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毕竟 这是关于一个 父亲去了太空后 就永不回来的故事 和你父亲有点像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 正和母亲一起在欧洲度假 他再也没能回到家 此前 我一点也没意识到 这件事对我的心理意义 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 第一件可怕的事 与此同时 正如我提到过的 我当时一直在上夜班 对有躁愈症的人来说 上夜班绝对是件 糟糕透顶的事情 你不见天日 没有社交生活 后来 大约在三月末 我和女朋友 一起踏上了一段 类似曹圣的旅程 去希腊 我父亲当年去世的地方看看 我们先去了雅典 然后又去了罗德岛 就是在那里 我父亲倒在了巨人雕像之下 我曾以为千里迢迢地去看一眼 父亲的死亡之地 对我来说将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刻 但事实上 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心里充满了失望 因为和女朋友一起旅行 一点也不顺利 我们总是在为这时或者那时 吵个不休 到五月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分手了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生动鲜活的姨木木 和她说话的时候 我差不多一直在用手拍着自己的腿 她说过我了 然后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如果我意识到了 我一定会做点什么来尽力弥补 我的心理医生从来没对我说过 你可能患有生物性抑郁之类的话 然后随着夏天来临 我的心境完全变了 变得极度活跃 且伴游轻度造狂 我开始每天为纽约时报写良知三篇文章 我变得油腔滑掉 红肉玄河 当一个人出现造狂症时就会变成这样 我对身边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反应 都比正常状态下更积极主动 动作变得迅速敏捷 在金钱上也变得更加慷慨大方 在性方面 我也变得更加主动贪婪 同时和两三个女朋友保持联系 做什么事情都尽然顺利 并能取得成功 这种情形在我的人生中 还是第一次出现 我失眠了整整一个星期之后 我经历了第一次双向障碍发作 当时我正在华盛顿参加一个小组讨论 晚上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过夜 可是整夜无法入睡 在度过一个污眠之夜后 第二天还要去纽约时报 住华盛顿办公室上班 我脑子里有一个声音说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我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对劲 但这种感觉促使我给基夫的助理 打了个电话请求帮助 基夫和母亲乘飞机赶过来 准备带我回纽约 但我却要求他们在杰飞训纪年堂停留一下 在那里我告诉他们 世界的历史是按照我的意愿发展的 妄想发作的人通常会有这样的表现 在回纽约的飞机上 我认为自己是在操控飞机 父母把我带到我的医生那里 医生说你们必须让他住院治疗 他显然是躁狂症发作 于是我的父母把我带到了纽约的 培恩惠特尼医院 让我在那里接受治疗 关于那段经历 你还记得什么吗 我想在那种情况下 没有人都能保持清晰的记忆 我记得他们给我服用了 大剂量的抗精神病药 我一直都说 抗精神病药就像钢丝球一样 如果你在平底锅上把什么东西煎糊了 就得用钢丝球把那些残留物狠狠地刮掉 我确实记得自己有过激行为 比如关着身子 在精神病院的大厅里奔跑 我还记得 他们把我关进一间被称为禁闭式的病房 在那里除了一张床垫和一扇小窗户外 别无常物 我认为自己能飞进来 并企图从那扇窗户爬出去 但是精神病药的窗户 非常窄 我根本逃不出去 我记得和医生们的谈话 努力向他们描述我的感受 我还记得很多朋友到医院来看我 当然也记得自己如何恨不得马上离开那个地方 却不得不接受医院的48小时规定 按照医院的规矩 你可以申请出院 但是在提交申请后必须等待 48个小时才能离开 我记得自己一点点的恢复了清醒的神志 慢慢地有了属于自己的想法和意志 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我记得当时那种丢脸而难堪的感觉 但同时也有点高兴 有一种如释重负感 因为我终于为自己的混乱困惑找到答案了 这么多年里 那些莫名其妙的哭泣 悲惨痛苦的感受 无法争夺的抑郁和古怪奇特的行为 原来都是因为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有一个名字叫躁郁症 医生正式做出了诊断 我记得在得知这个诊断结果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心理医生非常气愤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暗示过 我自己可能会有生物性的精神疾病 我认为是他把一切搞砸了 在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当时已经计划好搬回波士顿 因为纽约时报的工作 让我感觉很不开心 搬到波士顿后 我加入了迈克·杜卡基斯的总统竞选班子 当我还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 就认识迈克·杜卡基斯了 他的竞选班子里有几个人是来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 这几个人和我的关系很不错 所以他们邀请我一起加入这次竞选活动 从思想意识上看 这个工作和我很契合 所以我去了波士顿 不过在成行之前 我郑重地做了保证 每周至少去看一次医生 保证认真服药 那么你能接受和直系亲属以外的人 分享自己的经历吗 还好吧 我和很多朋友分享过 那段经历很难过 但是我会告诉他们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事情 比如 我觉得自己能飞起来 所以试图跳到窗子外面去 诸如此类 如果要跟他们讲 我关着身子跑过大厅的事情 我还是觉得很难为情 当然 我的情况和常人不太一样 其中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 我的躁郁症是非常普通的那种类型 我说它普通 意思是我对大部分药物治疗手段和谈话疗法都反应不错 其次 我的家庭是非常开明和宽容的 他们确实被吓坏了 但他们完全能够接受我有精神疾病这个事实 很多时候 出于文化或个人原因 患者家庭会对患者的疾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在现实生活中实在太普遍了 再次 坦白地说 我的父母都比较富有 完全能够负担得取我的医疗费用 最后 我的父母都具有非凡的宽容和忍耐 他们都是很博学的人 而且 由于他们此前 在生活中也和这一类的疾病打过交道 所以他们完全知道 这种疾病意味着什么 很多年以前 我的继父曾指导了一部电影 名叫《如此雄心》 内容与波士顿红袜 帮着对一位名叫吉米皮尔索的 外长手的故事有关 电影讲述的是 吉米和其父卡尔莫尔登之间的关系 剧中 吉米一点点地走向疯狂的边缘 而他的父亲却不断地让他相信 自己没有问题 你加入杜卡基斯的竞选班子时 同事们知道你的病情 他们知道 我对他们说过 因为如果有一天 我的病再次发作 我不希望吓着任何人 告诉他们真相也是一种自我保护 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我不想到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其次 我不想失去这个工作 我在波士顿附近 找到了一个很粗色的医生 我们一起处理了我内心和躁郁症这个诊断结果相关的一些情绪问题 我也逐渐有认为我就是病 转变为承认我生了病 杜卡基斯的竞选活动明显白日化了 我必须辗转各地奋战 在宾夕法尼亚 由于当地投票系统的运作方式 我一直忙着将不同的传单收集到一起 就在这时我开始出现轻度躁狂的症状 可是我不得不加班 加点 熬夜干活 即使这样 我上了床也无法睡个好觉 不过 当时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再次快发病了 比起法尼亚的工作结束后 我没有前往纽约州 这时候 我突然开始表现得夸夸其谈 喜欢饶舌了 我开始表现出和从前一样的行为 花钱大手大脚 对进雪的前景 做一些毫无事实依据的乐观评论 就在纽约出雪的前一面 我过得糟糕透了 饮酒过量 在一个女人面前 耐力地表演喜剧 虽然对方很清楚地表现出 兴趣缺乏的样子 我却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纽约出雪后的第二天 我们回到了波士顿 当时 我的心境高涨得如同高高的 飘在天上的风筝 我进了一家电子商店 疯狂购买各种设备 出手 动辄就是数千美元 想着自己 可以把所有这些设备 钻在车上 不管下一步 他们安排我去哪 我都可以开着自己的车去 在那一天 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越来越深信不疑地认为 自己非常需要这些设备 因为有人在密切地监控和偷窥我 中午刚过 我穿过街道 静止去了 竞选总统 竞选总部 对面的那家 拉菲特酒店 不知道怎么居然溜进了 总统客房 我当时已经出现了 很典型的妄想症状 在那一刻 把这家酒店 当成了 进取号新建 我认为 它马上就要起航了 而我就是 负责 遵收新建的船长 直到那个时候 警察赶来了 我被带到了最近的医院 马萨 朱塞州总医院 我被人用皮带 绑在一张手推床上 不停地胡言乱语 嘶吼发怒 接下来 我碰上了两件幸运的事情 第一件事 急诊室负责检查我的医生 是我的小学同学 我们已经30年没见密 第二件事 他们发现了我的竞选活动证件 打电话找到了我的助理 而我对这位助理说过我的病情 我给了他心理医生的电话号码 并对他说 如果哪天你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我正在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要你立刻给这个人打电话 让他来找我 所以 当他接到医院的电话 立刻给我的心理医生打了电话 我的心理医生火速从有顿赶了过来 他让人把我送到了波斯顿附近的麦克林医院 这是一家颇有几分 李兹卡尔顿风格的精神病院 检查结果发现 我自时发病显然不是自然化作的 而是因为服用了大剂量的区域名 这是一种抗疫医药 后来这家医院说 我的医疗保险不能用于支付住院费用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入院 因为我的紧急联系人名单上写的是我弟弟 所以他不得不用他在美国运动卡上的 一万八千美元作为担保金 才让我住进了这家医院 数个星期后我出院了 才知道他们曾拒绝接受我的事情 正是这件事情让我踏上了 为唤起全社会对维护精神健康的责任感 而奋斗的旅程 当时的我非常愤怒 我表达这种愤怒的方式之一 就是委托一个法律事务所 代表我起诉我的保险公司 因为他们拒绝支付我的住院费用 最后我赢了这场官司 在这件事后 你对药物治疗及其他对你有帮助的事物 是否有了更深的理解呢 是的 我已经认识到了正确的药物与正确的剂量 这两者的重要性 我还开始认识到去接受心理治疗也很重要 接着我发现了护助小组的价值所在 我的心理医生坚持让我去参加 很快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护助小组那么有用 因为他们让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 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第一次参加护助小组的情景 他们邀请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当时我说我叫Bob 我发作过 有人问我发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于是我告诉了他们那次有关静学号新建的发病过程 以及认为自己是耶稣的事情 我发现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不断地点头 就好像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种情形让我感到非常安心 尽管是一种最古怪的方式 在初次发病之后 你有经历过一些很严重的抑郁发作 是什么引起的呢 有两个原因导致了抑郁发作 一个是精神科医生所说的生活事件 另一个就是冬天 没到深秋的时候 我的状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我不得不吃更多的抗抑郁药物 不得不寸步不离地坐在灯箱前面 如果幸运的话 我可以很快地走出这种状态 就说今年吧 我经历了一次长达两月的严重抑郁发作 当时我只能躺在床上 什么也干不了 你还在政界时 工作时间非常长 有时候甚至不眠不休 你是怎么控制局面的呢 我并不是一直都能成功地控制局面 我认为那些能够更成功地控制这种局面的人 是他们自己的最好担保人 他们将自己的病情模式研究得一清二楚 我总是劝谏那些考虑寻求心理治疗 或已经在接受心理咨询的人 心理治疗的关键就是成为你自己的治疗师 我认为自我觉察和自我监督真的非常重要 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保证警报能在需要的时候拉响 我和母亲达成了协议 如果他听到我的声音里 有什么让他感到担心的地方 就立刻给我的心理医生打电话 我把这个方法推荐给了几乎每一个人 事先给予某个你信任的人许可 让对方在你失去控制的情况下 告诉你的心理医生 这个主意非常好 所谓当局者迷 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状况 显然如此 抑郁发作时是这样 造狂发作时更是如此 有时候你会完全失控 彻底沦为家人和朋友的眼中钉 肉中刺 这时他们中的某个人应该有权打电话给心理医生 喂 Bob又复发了 他的情绪很高涨 或者这样说 Bob的情绪很低落 我们得想想办法 适应压力绝对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在压力最严重的时候 我极其虔诚地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锻炼身体 我发现锻炼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可以让抑郁隐忍不发 还能让我保持冷静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保持小睡的习惯 在白宫的时候我让人搬了一张沙发长雨 在我的办公室 每到下午我就会打准一小时 我还会出门度假 和我一样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龄人很少这样做 他们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一旦他们离开去度假了 政府似乎就会陷入停顿状态 我从来没有真正产生过这种感觉 更重要的是 我知道如果我不抽出时间去度假 我会被摧毁的 你的身体会发出一些自己能识别的警示信号吗 哦 老天 当然会 最常见的警示信号有两个 如果是抑郁发作 第一个警示信号就是需要更多的睡眠 因为起床变得很困难 另一个信号就是饮食习惯改变了 要不就是吃的更多 要不就是完全不想吃 对我来说 饮食模式的改变 一直都是重要的信号 还有一个信号 就是停止锻炼 或对一切 另于自己有益的活动都信自索然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异于发作的第四个信号 就是对通常不会对我造成困扰的事情 产生了情绪化的反应 例如电视广告 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 海底总动员都会让我哭泣 我不是把它当作卡通喜剧片来看 而是把它理解成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一个父亲终于学会了对自己的儿子放手 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悲剧 性冲动降低也是一个信号 最糟糕的是 我会有自杀念头或者是自残行为 这是很明显的警示信号 举个例子我曾经想过 如果我不在了 孩子们会怎样 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的情况已经一团糟了 如果是造狂发作 我的第一个行为就是夸夸起谈 口若悬河 当我开始过躁不休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一股脑的告诉别人 对别人过于坦诚的时候 情况就不对了 在狂发作前 我还有终于过渡的现象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迹象 警告我要小心了 还有一个信号就是 我开始打破一些平常总是小心翼翼遵守的琐碎规矩 在白宫的时候 你有机会参与一些倡议活动吗 毫无疑问 1992年 我在克林顿的竞选班子中时 就提出了推动精神保健的组合政策 对此 克林顿没有提出异议 我在白宫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医疗改革运动中充当希拉里的联络人 我还成了医疗改革工作主动的一员 负责将政府内部与外部的人士组织起来 共同为精神保健立法而战斗 我还将外面关心精神健康问题的游说团组成了共同联盟 并最终游说成功 我还得到了机会 让外界了解一些来自退伍军人管理局的特别数据 这些数据是关于退伍军人精神疾病的发病率的 在政府部门工作的那段时间里 我一直都非常留意有关精神健康的信息 离开政府部门后 我是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顾问委员会 两位市民代表中的一位 在那份工作中 我代表的是躁郁症患者 你知道的 一个不属于医学界 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和任何医药公司的人 才是真正能代表大众的人 我很幸运能够拥有那么多机会 帮助并影响精神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在白宫的时候 我巡视过很多医科院校 走访过很多医科学生 住院实习医生以及住院医师 给他们做演讲 与他们探讨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病患 因为我有一个花哨的头衔 所以他们会勉强自己来听我的讲话 如果我只是从街上溜达进去 就像大部分病患那样 我想他们是不会有耐心听我说这么多的 离开政府后 我仍然继续干着累死的工作 孩子出生后 我做的少了一些 不过我依然没有放弃 而且发现这些 是我做过的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 毋庸自娱的是 当我花时间去呼吁人们 关注精神健康的时候 当我告诫年轻人如何应对精神疾病的时候 当我帮助父母学会如何适应子女的精神问题的时候 我从中得到的满足感 超过我所从事的其他任何工作 好了 巴伯的故事就为大家分享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巴伯是如何战胜抑郁症的呢 首先呢 他找了一位能干的精神科医生 开了合适的药物 再找了一位谈话治疗师 他有来自家庭和朋友的有力支持 他将想法从我就是病转变为我生了病 然后就是保持适度的运动 进行自我监测 以及时发现警示信号 向周围的人坦承自己的病情 所以当他的心境变得不稳定的时候 身边的人知道该怎么去做 为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奔走不豪 让他感觉自己早年的痛苦 有了新的意义